记者张义陈宜兰报道,民进党提名宜兰县长参选人陈欧珀,今在代理县长陈金德,民进党选对会召集人,党内五合议乡镇市长,县议员参选人以及逾400名支持者陪同下,于今早11点55分在宜兰县选委会完成参选登记,陈欧珀还提出六大面向,强调要让宜兰重返荣耀。 五合议大选登记作业今天起跑,立委陈欧珀今上午10点50分穿上棒球装,率全县12乡镇市长,县议员参选人抵达宜兰县府。 陈欧珀,联西奥以及前县长刘守成则在县政广场迎接,营造绿营大团结气势,伸出全套棒球战袍的陈欧珀代表所有五合议参选人,在县府广场挥棒打击,象征年底将带领所有参选人一起击出宜兰全胜利,宜兰人要重返荣耀。 陈欧珀说,他是农家子弟,个性耿直,跟所有宜兰人抱持共同信念,认真打拼一定能出头。 陈欧珀今提出六大面向,包含交通便捷,活力经济,美善城乡,多元教育,权灵夫制,连能开放等。 他强调,六大面向共有18个课题,但他有72种解决方案,有能力可以让宜兰脱胎换骨。 至于国民党提名的县长参选人林兹庙,联系要今致辞时活力全开,至林兹庙,连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。 我身为宜兰人,很不好意思,还觉得痛苦,联系要直言,县长要日理万机,要做简报,质询还要短时间内就进入状况,还得向中央反映于兰人心声。 若到时候主持会议时知之无无,做不出裁决要做什么建设? 希望选民用心想想,做出正确决定。 陈金德也说,宜兰从陈定南时代至今从无到有,全台各县市找不到这么好的公共品质,要延续下去也只有陈欧珀做得到。 选民对政治人物的无情,是城市进步的象征,但若选了一个不适合的人, 则是堕落的开始,盼选民全力支持陈欧珀,我们要逆转胜。 陈金德坦言,宜兰选情确实不好,但民调是动态性,即使不好也仅止于现在,他将以宜兰五合一竞选总部主委身份下达命令,各乡镇市提名人要全力争取选民支持。 另外,所有绿营老兵也要站出来,为宜兰最艰苦一战打拼。